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 我有些疑惑 这个时候会是谁呢 我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我妈 近一年没见 她瘦得都快要脱向了 这么冷的天 她却穿着单薄的衣服 身体微微地颤述着 妈 您怎么自己一个人跑来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我可以去接你啊 我惊声叫道 家宝 她眼里含着泪 颤声问道 你可不可以收留我呀 我叫周家宝 老家农村 13岁之前 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父母对我非常的疼爱 我享受到了 一个正常孩子 所应该拥有的快乐童年 可这一切 随着妹妹的出生 尬然而止 妹妹新颖出生于1992年冬天 爸妈对她喜欢得不得了 忙前忙后地围着她转 完全忽略了我 我的房间被布置成了婴儿房 我没有地方睡觉 只好在堂屋的角落里打着地铺 水泥地面上只铺一层薄薄的褥子 我坐在被窝里 冻得瑟瑟发抖 可平日对我关爱有家的爸妈 竟然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些 他们将新颖的屋子烧得暖暖的 还给她准备了柔软温暖的新棉被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冷落的滋味 我以为是因为妹妹还小 所以需要父母的更多照顾 不想 这只是开始 自从有了妹妹 我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父亲看到我时总是一脸的嫌弃 甚至说 我是个白吃饭的 当初就不该要我 一次 我抱着信哄他睡觉 不小心把他掉到了地上 听见哭声 我爸第一时间冲过来 不分青红皂白 一脚直接就把我踹飞出去 我躺在地上 半天爬不起来 可我爸还觉得不解气 回头超齐了胆子 披头盖脸的向我打过来 我抱着脑袋一边惨叫 一边不住的求饶 那一刻 感觉自己可能要被打死了 我妈看不下眼 劝住了我爸 但他也没像以前那样安慰我 只是伸手拽起趴在地上的我 脸色阴郁重重 叹了口气 假期结束 我回到学校 日子也并没有好过多少 原本一月一百元的生活费 直接被减半 尽管我极力的节俭 还是常常吃不饱 即便是这样 我爸仍嫌我花得多 这世上多的是重男轻女的父母 为什么我的爹妈就不一样呢 我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他们 1995年中考 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 我满心欢喜地以为 这次终于可以让爸妈对我展颜一笑了 不曾想 我爸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别念书了 下个月 大壮他们要去北京打工 你也一起去吧 我犹如当头挨了一棒 呆立在原地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扑通一下跪在了我爸的面前 哭着求他让我继续念书 并且保证 努力学习 将来好好地孝敬他们 我妈对我的眼泪视而不见 没好气地说 我养了你16年了 你也该回报我了 你妹才三岁 我和你妈年纪都大了 以后这个家就指着你了 我跪了整整一夜 我妈心疼地出来叫了我好几次 见我执拗不听 便抹着眼泪回了屋 这之后 老师和学生领导多次上门劝说 甚至说 可以替我申请助学金 不用家里花钱 我爸就是不答应 坚持要我出去赚钱养家 九月 当其他同学 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的 西医奔赴高中时 我怀着极大不甘 跟着同村的大壮去了北京 学习空调清洗保养 作为学徒工 最初的工资很低 但包吃包住 平时也花不着什么钱 每次发的钱 我自己留下一百 其余全托人带回家 我学得很快 干活麻利又认真 服务态度好 很快在这个行业里 就站稳了脚跟 1999年 我进了一家正贵的公司 收入猛增 虽然收入比很多普通白领高 但我仍旧过着 节衣缩食的日子 平时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赚的钱 基本上都寄给了家里 可是我的付出 并没有换来爸妈更多的爱 他们的心思 全都花在了妹妹身上 欣颖是全家的宠儿 就连脾气火爆的父亲 在他面前都温顺的 像头绵羊 欣颖对爸妈说起话来 却总是不带着好气 有一次 我爸去给他开完家长会回来 只说了一句 这次考得 怎么不太好呀 他就大声地数落起我爸来 还好意思说我 你看人家爹妈都多年轻 你去了都不够给我丢人的 我在一旁听不下去 说了他几句 我爸却对我吹胡子瞪眼睛 在这样的宠妮下 性影变得非常的自我 他从不体谅家里的困难 以及我赚钱的辛苦 花起钱来大手大脚 对赤穿特别讲究 我在北京花了三百多 给他买了件棉衣 他嫌不是名牌 不肯穿 我爸就埋怨我 赚那么多钱 都不舍得给妹妹 买件好点的衣服 我默默看了看 自己身上那件 已经洗得发白的旧棉衣 心里酸酸的 尽管如此 我对这个家的付出 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毕竟他们给了我生命 又养了我那么多年 我觉得自己的回报 都是天经地义的 家里的房子翻新 买四轮车 建塑料大棚 总之凡是需要钱的地方 他们总是会 第一时间想到我 以至于我不仅成了月光族 经常还要向朋友借钱 应付突如其来的开销 我爸很郑重地和我说 以后他们养老送终就靠我了 但家里的房子和地 我别指望 都要留给新颖 虽然我并不在意这些 但话说得如此直白 仍让我不免心冷 做父母的 真的就偏心致辞吗 2006年 我认识了小蕾 温柔贤惠 对我无条件帮家里 也没有怨言 我们在北京郊区租了房子 领了证 2007年 有了儿子 虽然不富裕 但很平静幸福 美中不足的是 因为家庭的拖累 我们一直没有能力 在北京买房 2015年 幸运大学毕业后 去了南方 不久便结了婚 结婚时 我东挪西凑的 拿了20万 帮他凑了首付 可我爸还嫌拿得少 说我妹这么大的 一件人生大事 我这个当哥的都不尽力 小蕾不无伤感地 对我念叨了一句 出了钱都不落好 咱什么时候 能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是小蕾嫁给我以后 唯一的一次抱怨 莫了那一声轻轻的叹息 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那一刻我决定 要为自己的家庭 做些打算 毕竟妹妹已经结婚了 我也该考虑一下 我和小蕾的将来了 从那以后 我对父母和妹妹 不再有求必应 而是有所选择 对于的确有必要的花费 才出钱相帮 然后将省下来的钱 都存进了银行 虽然那点存款相较 在北京买房 无异于九牛一毛 但存下一分钱 就相当于多 种下了一份希望 日子也就有了盼头 由于我掏钱 不像以前那么痛快 我爸不止一次 在电话里发脾气 说养我真是养亏了 我只好陪着小心解释 说现在竞争激烈 收入没那么多了 心里却止不住的难受 难道他把我养大 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连本带利地赚回去 我之于他只是一种交易 而不是血缘亲情吗 相较于花钱时才想起我 我爸对新颖 却十分挂心 嘴里总念叨着 担心他在那边过得不如意 而远嫁南风后 姓一次都没有回来过 平时也很少打电话 每次一打电话准是要钱 2016年的过年 我爸因为发作过一次心梗 身体大不如从前 总感觉自己时无多 非常想念新颖 让我这次一定要把他叫回来 可新颖明明答应得好好的 临近春节又变卦了 找了一大堆的理由堂赛 三十的晚上 很久没有喝过酒的父亲 破天荒和我喝起了酒 然后带着无限伤感对我说道 都说偏疼儿女不得计 这丫头真的是让我给惯坏了 家宝 我这辈子愧对你了 你别怨爸 这是这么多年来 他第一次对我说这温情的话 我听了鼻子发酸 连忙将手中的一杯酒灌下去 哑着嗓子说 爸 哪能呢 您别多想 2017年刚一入冬 我爸又一次突发心梗 这次没能抢救过来 很快就去世了 临走前 他一直念叨着新颖的名字 带着遗憾闭上了眼睛 在父亲的葬礼上 来了很多我没有见过的亲戚 母亲因为过度伤心 病倒在床上 所有亲友 都有我和小蕾接待 有一个自称表舅的男人 拍着我的肩膀感慨道 都这么大了 你爸妈要是知道了 得多开心 这句话 说得没头没脑 我一时有些发懵 但当时要招呼的人挺多 我也没顾得上细问 直到晚上客人都散了 我仔细琢磨这件事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以前被爸妈偏心对待时 我不止一次的愤愤想过 难道我就不是你们亲生的吗 为什么感觉像是后娘养的 那时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现在回头想来 难道我真的不是爸妈亲生的 如果是这样 很多事情似乎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我没有立刻去追问母亲 父亲的去世给她打击很大 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 我想把她接去和我们一起生活 她没有同意 直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回家 看母亲心情好了很多 我这才试探性地问着她 我听说 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孩子 我妈一愣 然后小心地问 你听谁说的 那人说是我表舅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 她内心似乎做好了一番挣扎 最终 突然地垂下眼帘 没落地说 你还是知道了 原来当年父母婚后 一直生不了孩子 看了很多医生 吃了很多药 也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 决定从母亲一个远房表亲家里 过几个孩子 我那时刚出生没多久 上面有两个哥哥 三个姐姐 因为孩子多 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 过得十分艰难 当时 父亲拿了一万元给他们 这在当年 可算是一笔巨款了 约定他们此后 不得与我相认 收养我后 父母一直是把我当亲儿子对待 没想到13年后 母亲竟然意外怀孕 然后有了新颖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又是老来得子 爸妈瞬间就把所有的爱 都转移到了妹妹身上 我妈生新颖的时候 已经38岁了 她本来身体就不好 怀孕后又查出高血压和糖尿病 生下新颖后 身体变得越来越差 雪上加霜的是 我爸在工地打工时 不慎伤到了腰 再也干不了重体力活 本来挺富裕的家庭 一时变得入不敷出 经济上的拮据 令我爸心情烦闷 不免心疼起当初 为了过忌我掏出的那一万块钱来 常常后悔收养了我 以至于越看我越不顺眼 等到我初中毕业 家里别说供我上学 就连养活妹妹都心有余力不足 所以爸妈不得不狠下心来 让我辍了学 将家庭的重担放在我16岁稚嫩的肩膀上 家宝 这些年苦了你 妈也知道 但是没办法呀 心还那么小 我妈抹着眼泪自责地说 我很想安慰她几句 可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只感觉心情压抑而沉重 我从来不认为血缘是亲情唯一的保障 这些年 我对家里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的 但我一直都没有得到渴望中的认同 现在看来 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过家人 不过 我突然有种强烈的冲动 很想见见我的亲生父母 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 这么多年 有没有想过我 通过母亲给我的信息 我辗转联系到上次父亲葬礼上见到我的表舅 他叹息地告诉我 我亲生父亲早就过世了 生母则是刚走没多久 他给了我老家的地址 是河南的一个小县城 说如果我愿意 可以去见见几个哥哥姐姐 听说他们还都生活在那里 突然间多了几个哥哥姐姐 我很开心 这些年我在家中充当着顶梁柱的角色 一度十分羡慕那些有哥哥姐姐的人 可是当我兴冲冲从北京赶到河南 准备认亲时 现实却给我浇了盆冷水 几位哥哥姐姐的确都在老家 可他们此时正在为家里的老房子打得不可开交 我的出现让他们误以为是要分家产 竟然团结一致向我开起火来 大姐插着腰 横眉立目地指着我说 你是姓周的 早就不是咱老王家的人了 这么多年不见你回了孝敬爸妈 这个时候跑回来 明摆着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告诉你 趁早死了这份心 别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 其他几个姐姐和凶嫂也在一旁帮腔 我顿感心寒 就此断了寻亲的念头 我回到北京后 许是出于愧疚 母亲一直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而这些年 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隔三差五地给我打电话要钱 心情上的冷暖关心几乎为零 虽然我也惦念母亲 想知道他身体好不好 一个人过得怎么样 妹妹有没有联系过他 有时想打电话问候一下 但拿起电话却总感觉不知如何开口 可以说些什么 几番犹豫最终就作罢了 除了定期寄钱 我没有再联系过我妈 仿佛一下子随着父亲的去世 我深室地揭开 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2019年的春节 我本来打算到时候带着妻儿回老家看看我妈 不想元旦的夜里 母亲突然敲开了我的家门 我连忙把她扶进屋 她手里捧着我倒给她的热水 眼里隐隐闪着泪光 沉默了好半天 似乎有什么话很难说出口 在我的追问下 她才小心翼翼地向我念叨说 她现在身体越来越差 实在是没办法一个人生活 前些日子只是得了肠感冒 就差点死在了家里 我想着去找新颖 但她直接把电话挂掉了 嫌我累赘 她垂下头 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手上 看着她可怜无助的样子 我鼻子一酸 想到了小时候我生病时 她整夜不眠地照顾我 等我病好了 她也整整瘦了一圈 那时我就曾在心里发誓 长大后要好好地孝敬她 不再让她吃苦 妈 你就住下来吧 以后我和小蕾照顾你 这就是你的家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一刻我把所有怨恨 都抛在了脑后 只有对她满心的疼惜 贾宝 妈 对不起你啊 她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 别说了 妈 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妈 我揽住她的肩膀 她可真瘦啊 似乎就剩一把骨头了 我的心里一阵刺痛 就这样 母亲在我家住了下来 我特意把朝阳的房间 腾出来给她 在客厅搭了张行军床 让儿子睡在上面 然后每天与小蕾细心地照顾她 没事的时候 我就坐在她床边陪她聊天 片刻我妈突然止住笑 神情没落 眼圈泛红 又自责地念叨起来 你是个好孩子 爸妈太偏心了 对不起你 我免不了一番劝慰 他们虽然没有生我 但却养了我 也曾给过我温暖的爱 在我的心里 他们永远都是我的家人 我妈心里一直放不下心影 但妹妹始终对她不闻不问 从没有主动打过一个电话 2021年6月 母亲病重 最终没有能挺过来 去世前 她交给我一个存折 哭着说对不起我 上面有150多万 是家中老房子的拆迁款 你在北京买套房子 安个家吧 不要再操心你妹妹的事了 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 你就是我唯一的孩子 为了避免妹妹找我麻烦 我妈还特意留下了一份遗嘱 我握着她的手 气不成声地告诉她 我从来都没有怨过她 她含着微笑闭上了眼镜 母亲出病一周后 心影才赶回来 一见面就问我 妈留下的家产还有多少 当得知两年前的老房子 就已经拆迁了 立刻像只炸了毛的猫 气势汹汹地 向我索要拆迁款 我看着她咄咄逼人的样子 墙压住怒火 指着妈的骨灰盒说 这几年 妈一直惦记你 临走前都在念叨你 可你呢 好不容易回来 连一句妈都不问 就只为了钱 这么多年 爸妈真是白疼你了 我觉得你最好和妈 好好说说话 别让她九泉之下 都不能明目 说完 关上门走了出去 我刚一出去 我刚一出去 就听见 心影在屋里 大声地哭诉 妈 哥他欺负我 你到底挂不挂他 妈 以后再也没有人 替我撑腰了 你知道吗 现在老公和婆婆 都看不上我 说我太浇惯了 可是 难不都是你们 宠出来的吗 接着是师生的痛哭 我想着哭声中 有对自己未来的忧心 也有对爸妈的埋怨 还应该有一点想念在里面吧 我不由叹了口气 看来信有婚后过得并不好 他现在这个样子 说实话 爸妈是有责任的 他们无条件地溺爱毁了他 之后几天 信一直追着我要钱 甚至指责我这两年 赡养母亲的动机不纯 别人都劝他 我不要管他 可他毕竟是我唯一的妹妹 也是我付出很多 公养长大的妹妹 对于他 我还是心疼的 我把妈的遗嘱 拿出来给他看 他很意外 完全无法接受 连声叫道 不可能 妈这么疼我 怎么可能临走的 不管我呢 一定是你 逼着他写的 对不对 我有些悲哀地看着他 小影 怎么到现在 你还是不明白 爸妈疼你 可你彻底 含了他们的心 哪怕在妈临走前 你能来个电话 关心一下 问候一声 她也不会绝情到这样 你为什么不能 反思一下自己 信影低下了头 喃喃地说 我在那边过得不好 一直闹离婚 我 我不想让你们知道 我告诉他 过得不好 应该从自己的身上 找原因 不要一味地指责别人 然后当着新颖的面 将我妈的遗嘱撕了 他吃惊地看着我 我告诉他 我会把一半的拆迁款给他 其实作为哥哥 我像爸妈一样疼爱他 关心他 希望他能过得幸福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 以他的性格 他不拿到钱 不会善罢甘休 我没有精力和他拉扯 但是 你必须地改改自己的脾气和性格 否则一辈子都不可能获得幸福 我警告他 性沉默了 收到钱后 许是没有理由 也没有脸再待下去了 他没有等我下班回家就走了 但他给我留了一张纸条 表示愿意改变 尽力地挽回婚姻 我在心里笑笑 只希望他能说到做到 毕竟人生的路 要靠他自己走 而我只要做到问心无愧 剩余的那几十万拆迁款 加上我辛苦积攒的钱 我在宴郊首付了一套房 虽然来回通勤比较辛苦 但总算结束了漂泊的日子 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我也相信 凭我和小蕾的共同努力 日子会越过越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